还是要呼吁大家能够节省我们的食材 这是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 我们去年台湾人浪费的食物总量达到了275万吨 平均一个人一年浪费了有121公斤的食物 这比起欧美国家的平均值多出一成 而我们所浪费的这些食物算一算 可以让全台湾26万的低收入户人口吃上20年 真的是油太浪费了 所以专家就呼吁大家能够节省食材 有一些节省食物的守则 大家可以上网来查询